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爱的人可是你哟 非常感谢那有气质 你还能来看小编的文章 小编感到万分的荣幸 相信大家都现在对杨子与秦智杰的分手 已经是听得都已经非常的多的消息了 这真的是一不同寻常的一个八月 接二零三的分手 真的是让人猝不及防的节奏的啊 之前看秦子与秦凌晨的分手 已经让人真的是很是受不了的呢 而这次却又传来了杨子与秦俊杰两人的分手 不得不说两人刚开始还火热的在秀恩爱 而这次却双方通知分手 这简直就是晴天霹雳 回顾之前的两人在节目中的种种画面 原来秦俊杰第一眼看上的不是杨子 而是她 她就是清云之兄的女主 赵丽颖没有说要恋爱的意思 也对秦俊杰没有感觉 而之后杨子的热烈追求 秦俊杰就跟杨子在一块了 从这个点可以说明 秦俊杰也是一个比较势力的一个人 对于火的明星就想要攀关系 而当时的张一山其实也知道 对杨子说的一番话也是别有深意 就算全世界都背叛了你 我都会站在你的面前背叛全世界 说张一山对杨子没有感情 真的是瞎子对龙子说的话 如果你们觉得小编的最新资讯 还够给力的话 就请各位去游门评论一下 顺便点击右上角的关注 很是期待你们的这评论哦 相信你们不会让小编失望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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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